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统计近年最容易遭诈骗案例为假投资 所以针对假投资诈欺集团加强查气 日前接获民众报案 遭诈欺集团以假投资手法诈骗 所以报请台湾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 由本大队曾武队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调查 范贤 胡某等人疑似以假投资手法诈骗被害人 指挥旗下李贤负责收购人头账户 黄贤负责收购账款 专案小组带实际成熟 持台湾高雄地院合法的搜索票 及台湾高雄地检署的居票 执行搜索及居体 查获胡贤等四人违法试证 查购作案手机 期支 新台币12000元 电脑 车辆 金融卡 银行存折等相关证物 全案依刑法诈欺 洗钱防治法等罪嫌 移送台湾高雄地检署侦办 后续胡黄二嫌 经高雄地院裁定收押禁件 本案调查发现 该诈骗集团在LINE软体上 以投资股市社群作 贾老师上课 称加入会员买入标股的方式 宽骗介绍被害人加入假投资APP 并在APP类投资股票 以放长线吊带额的方式 初期以小额出金 获利于被害人 当被害人投入大笔金的之后 该网站克服 以各种理由 推脱无法出金 被害人惊绝招诈之后 宿井侦办 高雄市新领大队提醒民众 今年受疫情影响 不少人寻找投资管道 令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受骗人因不熟悉投资项目 受怂恿投资股票虚拟货币等项目 这边呼吁网路投资 应该再三查证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由于诈骑手法 推陈初心不胜枚局 民众如果疑意的话 可以直接拨打 16反诈骗专线求证 以上 好的 明治医生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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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